揚州封城升級 民眾爆被困慘況 歡迎收聽新視角廳新聞 江蘇省揚州時的中共病毒疫情正在升溫 當年官員承認集中爆發 該時的封城措施一在升級 但民眾就披露管理混亂已經引發公眾的情緒波動 外地人的警方就更困難 官方數據指揚州從7月28日至8月8日24時 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346宗 不過外界普遍認為由於中共一直掩蓋疫情 真實確診人數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數據 根據《揚州日報》報導 江蘇省長吳正龍8月1日指現在情況還未見底 他在7日還承認揚州疫情正處於集中爆發期 官方通報一名公職人員已傳染23人 這個人確診前曾去過旗牌室、飯店、KTV、核酸檢測站 有當地民眾發帖質疑這個人引發的群聚感染情況複雜 另外核酸檢測地點被爆管理混亂 目前官方通報顯示不少人在排隊檢測時被感染確診 其中包括一名2歲男童 截至8月9日 揚州主城區已經進行了5輪的核酸檢測 揚州從7月28日爆出確診病例開始 部分確診人所住的區域被封閉 從8月3日零點開始 主城區全部封閉 進行交通管制 目前仍然有很多外地人因為封城被困在揚州 世岸某大學30多名大三的學生 從7月10日開始在揚州實習 原計劃8月6日結束 現在被逼滯留在韓江區 吳同學8月9日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官方最初說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可以出城 但他們自費檢測得到結果後 又說所有交通不能出入 吳同學說可能是揚州市政府情況比較緊急吧 想不到這麼嚴重 韓江區現在的狀態就是基本上停工 來自山東泰安的孫先生夫婦 7月23日去揚州旅遊 先是遭遇颱風 再受困於疫情 目前被困在一家酒店 他說 封城沒有人通知我 政府對外來旅遊滯留者的各方面照顧也欠缺了些 現在揚州所有地方都出不去了 也就是說揚州封城不管你外地人死活 住好住不好都是自己的事 孫先生表示 外地人只能夠自己承擔食宿費用和風險 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大的鑽角 四圍都封了 超市不開的話 那麼多人就都餓死在這裡 孫先生說 資金有限不能一直在這裡滯留 揚州的疫情 誰可以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 天天吃即食麵 沒辦法了 我和老婆餓了就吃點即食麵 不餓就是這樣過 等著 什麼都不吃 現在看到杯麵都怕了 由於沒辦法回家 孫先生夫婦同時面臨失業的風險 他們同是一家煉油廠工作 向公司請假10天 不過現在已經20多天了 他說 估計回去我的工作能不能做還是一回事 老闆說他也沒辦法 回來再說吧 職位要保留給你的話 就做咯 不留給你 你就另外想辦法咯 我們就好像一個蘿蔔一個坑那樣 替代時間長了之後 有你沒你 沒所謂的了 孫先生介紹說 揚州的外地人很多 他所住的酒店 除了三樓的公職人員 其他房間已經住滿了 幾多人滯留在揚州沒有統計過 據8月9日官網消息說 揚州部分地區的居民小區進一步升級管控 包括江都區、韓江區、廣寧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生態科技新城、熟江、秀西湖風景名勝區等地 封控管理小區只留一個出入口 24小時嚴管居民出入 截至目前 揚州市部分居民已經被隔離在家近兩星期的時間 這種封閉措施引發民眾的情緒波動 有小區在現2020年武漢封城時候的喊樓的場景 另有揚州民眾向大紀元記者提供圖片 顯示揚州部分超市的食品遭到搶購 大陸媒體報導說 8月3日揚州主城區全面封城時 與疫情發生前相比 市區農貿市場蔬菜價格上升50%左右 豬肉、水產、雞蛋等也顯著上升 就某是規則 儘用良市場錄下